有關通訊的一個詐騙 從十幾年前之前 就是用信 然後用電話 現在又發展到 用這個手機 智慧型的一個手機 網路的一個通訊的一個詐騙 以前是用信的時候 是用誘惑的 用金錢來誘惑 讓人家說你中獎了 你可以領到什麼獎金 但是你就是要繳一些稅 或者是一些所得稅等等 所謂被詐騙 然後信因為礦日會死 而且信也很容易被 這個遊擊來攬截 造成這個 這個作案的一些歹徒 它造成很大的一個損失 然後發展到這個電話的時候 那時候電話就很猖獗 造成怎麼樣你知道嗎 所有的電話不來電顯示 大家都不要吃 對不對 結果就是這樣子 以前靠電怎麼會中 你靠我又順便吃 跟你說 現在不是喔 只要來電不顯示的 你的不顯示的 你看大家都產生不信任 現在也是一樣 現在LINE 或者是Facebook也是一樣 當然LINE比較普及 現在用LINE來詐騙 你想想看 大家開始在進化 不敢用LINE來下載 那我要告訴兩位 尤其是我要告訴 這個林局長 這個犯罪啊 不是用亂事用重點 這個破案率不增加的話 叫我們立法委員來立法 加重這樣的一個行責 是沒有用的 破案率提高 每一個作案的人 他在作案的時候都被抓到了 我告訴你風險很大 他會他會去犯罪嗎 今天所有的人講 都在講一些程序的問題 如果防犯的問題 可是犯罪以後 如果去偵查 去偵辦 提高你的破案率 這裡都沒有 沒有 你變成束手無策 束手無策 所以真的很痛心 束手無策 你的電信警察在做什麼 那NCC身為主管機關 你在你在做什麼 那我們知道 這個GIS通信軟體 有LINE 也有話 APP 還有中國的微信啊 那如果說真的 LINE公司 那麼強硬的話 那很簡單嘛 事務器不按照 不按 按我們這裡 那我們 主管機關NCC 也可以宣布啊 也可以公布啊 哪一個GIS通信軟體 最容易被詐騙 讓消費者能夠知道 至少也可以 也可以制裁 這些GIS通信的 一個軟體的業者嘛 這樣造成 它的一個壓力嘛 我們不能說束手無策啊 那個頭髮也被人寒慢 是不是這樣 既然有 有WhatsApp 那我們也可以用WhatsApp啊 給LINE一個壓力嘛 好不好 請兩位回答 各位文保 我想我們得到的資訊呢 如果消費者應該知道 我們都會盡量的透明化 但犯罪的資訊呢 我們會跟行政檢查局會多對 你投訴的那你就公布嘛 民眾用GIS通信軟體 被詐騙的是哪一種軟體最多的 你公布嘛 你一直公布嘛 公布到最後消費者會知道說 我們這件我們哪個後來都賣了 我們用WhatsApp 用微信 也可以啊 那我們警察這邊也是一樣啊 來報案 我們也可以啊 報案的哪一個 技術通信軟體被騙的 機率最高的 那我們也可以公布啊 也是可以公布啊 好不好 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有關於LINE詐騙的問題是在去年10月發現到現在 今年是一個高花期 那從花期到現在為止 我們跟耐工是一直 很密集的在研究這個問題 開了二十幾次的會議 但是他都不讓步啊 連日本總共有 他們有讓步 不是沒有讓步 他們也做了很多事情 啊 這個問題裡面 癥結在他們的網 他們電腦登陸啊 就是他們那個登陸裡面 安全出了問題嘛 啊 這個問題他現在也在改善當中 在改善當中的過程中裡面 這些犯罪的問題已經發生了嘛 因為很多 很多的個資裡面就被拿走了嘛 這個手機的個資裡面 就被拿走 所以詐騙行為就一直在存在 所以這裡面要花一點時間 來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這裡面有兩個方向來處理 一個是治本的 治本的話是從源頭 像我們的主管機關 要求業者如何去做 加強安全管理的機制 然後業者願意來做 我們主管機關要求他 業者要配合 業者不配合也沒有用啊 要做出一點成效出來 另外我們打擊犯罪的部分 因為這個小文護管事實上也連結到境外去了 就是他那個小文護管這遊戲點是 他這個遊戲點是儲存在什麼地方 沒有儲存在台灣啊 儲存在用IP就 會到國外 會到大陸 會到其他多個國家去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跟大陸談 還要跟外國談 一直都在談 一直都在談 我們最近也請大陸 網路公 網路安全局 率團過來啊 我們要跟他談這方面的問題啊 所以這個問題 我們形式局不是釋手無策 因為這是一個新型態的詐騙犯罪 跟89年發生的犯罪 逐步在隱身 這個台灣的台灣是一個多元的社會高科技的文明 讓犯罪怎麼掌握到這些趨勢 王公聖 你 要跟中國跟其他國家講 以前電話詐騙是台灣發展到國外的 現在這種網路詐騙 在台灣發生 以後也會移植到中國 是啊 他們也會變成受害者 沒有錯 沒有錯 你要跟他們講嘛 一直在講 一直在變了嘛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 國與國之間能夠合作來打擊這樣的一個犯罪 是的 我們一直在合作 好不好 我們建議兩岸跟跨國的合作機制 我們都有建立 好 那我再請問你 現在選舉快到了 其實會用LINE來做選舉的操作 欸 你要預防啊 譬如說 他用LINE說 衛命苦怎麼樣啊 然後你點選以後 你可以 可以臨到什麼東西啊 其實 欸 被騙了 被騙 我的名字被人家 被人家倒用了 你想想看 他可以影響到選情 那他也可以在LINE裡面啊 可以散播一些不死的遙遠啊 不死的遙遠讓你死人不當選 可是你也束手無策 不是有 你束手無策 這個不我跟 Facebook也是一樣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 剛剛那個 蔡委員也有提到 就是黑貓在即變 詐騙的方式 那黑貓在即變詐騙的方式 事實上他現在2月簡訊 一直在花 還在花 但是他這個網站已經被我們移掉了 就是我們發現他是一個詐騙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也通知主管機關 把這個網站把它關掉 但是我告訴你啦 道高一時莫高一丈 人家那個駭客 他的技術 我告訴你 可能都比你電信警察 還要高 沒有錯 我們不活力 是外面企業界的 外面企業界的資訊 甚至他們的技術 都跑在我們前面 提升你們的 不然你提升你們電信警察 這個網路的一個 我們有電信警察在辦 也有網路警察在辦 我們刑事局的 包括我們科研單位 科技研發單位 我們也都在努力 另外我們也結合了 我們主管機關 結合了什麼業者 相關的業者 在共同努力處理這一區塊 局長 我告訴你 年級選舉快到了 兩萬多個候選人 尤其是縣市長的選舉 我告訴你 網路戰 網路的戰爭 是新興的一個選舉的一個工具 透過網路這樣的一個犯罪 介入選舉 這樣的案件一定會發生的 是的 一定會發生的 所以你要未與籌謀 是的 你要未與籌謀 如果去防範 事後有受害的候選人跟你報案 你要如果去偵查 這個你要先 我現在跟你預警了 我已經跟你預警了 除了我 我們已經在做準備了 這個都一定會發生的 像你看你這個LINE小額付援詐騙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犯罪的行為 你沒辦法徵訪啊 你要徵訪你還要有一段時間 那選舉時間是很快的 那個LINE沒辦法徵訪就是因為他這個資料在他們體系裡面我們拿不掉 拿不到 因為他是不給我們 他是加密的 我們進不了 他們不給我們 所以這個換卷的資料在他們的系統裡面 我們警察拿不到 那你要跟他們協商啊 你要跟他們一直在協商這個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也可以跟他自宰 就像我剛才講的 呼籲大家不要用LINE 還有很多人可以選擇 即使通訊的話 你還有那麼多家 對不對 只有用消費者來跟他抵制 可能才會有制衡的一個作用 所以我現在也是跟你說 選舉快到了 選舉快到了 Facebook也是一樣 在那邊罵人家 Facebook也不提供你那個伺服器 網址的位置啊 不提供給你啊 他說這個是言論自由 在我們台灣發生的 你怎麼說不是言論自由 那我們在偵採的時候 來問也不行 檢察官也沒辦法辦案 都沒有辦法辦啊 所以我們主管機關 對這樣的一個新興的一個 網站的一個犯罪的一個行為 違反法令的一個行為 你們要拿出對策 要拿出對策 好不好 是的 好最後我再請問 這個局長 16轉線啊 你們到底現在有幾個人 有50幾個 有50幾個嗎 那我們打掉去問的時候 只有8個人在值班啊 那個我們我們值班是三班制的在值班嘛對不對 只有8個你說50幾個也不可能 辨制是50個人的辨制的啊 那你值班的時候只有8個人啊 但是我們還有 打過去還要等很久耶 你想想看 還有網路分析的啊 還有還有一個業務座位的很多變相啊 座位台是座位台 座位台我們還連接到那個諮詢的那個電信業者幫我們服務的啊 但是打電話打去去報案的時候 欸要等那麼久 啊你也去問一下你們說 裡面的那個服務的人也說只有8個人 欸8個人耶 因為改制有些人員是外調啦 那個APP其實都是很壞 變制現在是人員還沒補足啦 還有一些人員還沒補足 你要趕快補足好不好 現在已經現在新型的犯罪 用這樣網路的一個犯罪越來越多 那我們要調整我們的人力嘛 是 好不好 是的 好好 好謝謝兩位 好謝謝魏委員 好那接著我們請江啟成委員發言時間五分鐘